精致力己才能活得好 简庆芬与何瑞芝 这对门当户对的已婚夫妇 踩着Rebecca的死 完美地再次双向奔赴 这部剧 其实一直就是单女主剧 只有简庆芬是大女主 其他人都是简庆芬 印证自己 无论物质还是精神 都其实非常幸福的工具人罢了 不够善良的物质 我们的编辑一定是一位已婚妇女 因为她对于未婚的 老公的前女友白月光的恶意太大了 Rebecca的绝症死了有什么可惜的 简庆芬可是很痛苦地 嫉妒了她十几年呢 简庆芬多可怜多善良 还去照顾生病后的R 而Rebecca呢 当然要原谅啊 因为就像简庆芬对R说的那样 没有人欠她的 都是她自己放弃的 最难以接受的画面 就是当得了绝症的R鼓足勇气 给何瑞芝发了简讯时 第一条 已经完全忘记R的电话号码的何瑞芝 以为是恶作剧 没有搭理 后面知道后 回了一个我很爱我老婆 最体现人性自私的情节 就是何瑞芝知道R中病后来到住所楼下 但还是没有进去 没有去看望 最冠冕堂皇的话语 是简庆芬对行将旧木的R说 你其实是不想让何瑞芝来看你的 因为你只想她记住你最漂亮的样子 做她心里永远的微笑 实际何早就忘记连电话号码都忘记了 还心里的微笑 这两口子 真的是又当又立 天造地设的一对 简庆芬知道R得了绝症 去照顾她最后一程 看似很伟大 实际上 是让R在面对绝症的同时 还有承受另一轮心灵上痛苦的挣扎 要原谅这个 抢走了她原本家庭与人生的女人 要和解 要释怀 要反思自己 因为都是自己放弃的怨不得别人 简庆芬照顾了一段时间 心灵得到了救赎 还见接借由R的遗物手机解开了心结 原来老公何瑞芝一直爱着自己啊 真的是把R啃食的一点都不剩 活着被放弃 死了也要成全 要解开他们夫妻因无聊平淡生活所生出的误会 当然 有了R的悲惨作为陪衬 无论是何瑞芝还是简庆芬 都会活得更好吧 更觉得自己原来的选择特别正确 更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不得不说 这部剧 适合给很多善良的 对爱情有憧憬的未婚女孩看 善良是没用的 是要被抢的 是要憋死 逼死自己的 而得的是乳腺癌 跟情绪压抑 精神痛苦 密切相关的癌 看似R是自己选择放弃的 但是 如果当时没有简庆芬硬要去巴戒和母 硬要介入 和母当时可能还是不会同意R 但如果没有那个处处迎合和母的乖巧 听话 家世好的简庆芬做对比 和母未必会那么决绝地反对R 那么强烈地要求儿子接受简 如果不是简庆芬在和宇儿刚分手 和被调到上海出差时 马上自己住进和母家里 和瑞芝也不会那么快就跟简求婚 让R因为过于痛苦 不再相信爱情做了老板的情人 过早放弃了自己 所以 把一切都归咎为Rebecca自我放弃 就由自取 未免有点受害者有罪论了 她才是被轻易放弃的那一个 何瑞芝和简庆芬 都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除了无病身影外的那些小烦恼外 他们活得很好 有了R作为对照组后 他们会活得更好 从头到尾 被牺牲的都是R 而R是自找的 何瑞芝和简庆芬没有错 如果有错 那也只是不够善良 有点妒忌而已 小编原本看了七八级的预告 看到R得了绝症 认为不够善良的我们 大烂尾了 直到了七八级的证据 才发现没有烂尾 这才是生活 才是现实 从始至终 R都是工具人 他悲惨地活着还不够 他必须死去 还要用他的死 就数简庆芬 一想出来的无碍婚姻才行 算是已婚妇女的彻底胜利 毕竟 只有不够善良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才能越好越好 未婚的姑娘 都好好看看 好好学习吧 就像经典名著 纯真年代里 男主遇到真爱 还是选择门当户对的未婚妻的安稳 度过一生一样 一味追求所谓不含杂志的爱情 一味为另一半着想 会一无所有的 甚至会死的 无论是精神上 还是实体上 不够善良的我们 剧的前半部 展现了Rebecca和简庆芬 两种选择下的不同人生境遇 那么 随着剧情的深入 我越来越感受到 一个可怕的现实 Rebecca和简庆芬的不幸 其实源头都来自同一个人 贺君祥饰演的男主何瑞芝 剧情中 何瑞芝的妈妈在浴室不慎摔倒 幸好有邻居的帮助 才能及时送医 但经过手术 仍只能瘫痪在床 等待手术结果期间 何瑞芝终于忍不住 对太太简庆芬抱怨 你嫂嫂真的很机车 但至少她愿意 把你妈接回去住 言下之意很明显 都是因为你 我妈才出了意外 甩完锅 又开奇冷暴力模式 不说话 不沟通 你内疚你的 我只是个老实又无辜的大孝子 顺便在妈妈病床前委屈哭哭 到底我还要怎么做 到底你做过什么呀 此前 简庆芬的妈妈 疑似患上阿兹海默症 何瑞芝劝她辞职照顾妈妈 简庆芬解释 虽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却也想拥有工作带来的成就感 以及和同事聊天八卦的快乐 即使如此 婆婆出院后 简庆芬还是辞去工作 一心照顾 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 有多艰难可想而知 她却把人照顾到连医生都感叹得好 可是当婆婆去世 她只能得到老公的一句谢谢 以及没有期限的分居生活 看到有人吐槽好讨厌简庆芬 确实 她心机地抢了别人的男朋友 又在婚后既要又要 但从来没有人问过简庆芬 她为什么变成了今天的简庆芬 当她一步步靠近何瑞芝 对方的态度是 不接受 不表示 不拒绝 当她打算离开 对方却拿出戒指求婚 即使她才刚结束 和前女友的藕断丝连 即使她们连一天恋爱都还没有谈 当她被婆婆刁难 她只会让她忍耐 体谅 成全她做一个大孝子的心 这个看似温柔的丈夫 却让人感受不到一丝温度 在这段关系里 她从未从丈夫身上 获得任何安全感 又何来不知足 也有人说 那是因为简庆芬 从来不是何瑞之爱的女人 结婚不过是顺从了妈妈的心愿 如果换成Rebecca 一定会不一样 真的会不一样吗 当Rebecca被挑剔 被嫌弃时 何瑞之没有出面调解 她让Rebecca不要在意 因为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当Rebecca一气之下搬出何家 何瑞之的做法是 不再和妈妈说话 用沉默回避矛盾 接着买下一个离妈妈家近的房子 给Rebecca画饼 好像只要忽略当下的问题 未来就会幸福 可以预见 如果和她结婚的是Rebecca 她们的婚姻只会更加鸡飞狗跳 因为相比简庆芬 Rebecca的性格更耿直 不懂和婆婆周旋 也不会和另一半妥协 再加上一个只会逃避问题的丈夫 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里 爱会变淡 隔阂变鸿沟 所以Rebecca根本不用遗憾 没有嫁给何瑞之 让白月光待在月亮上 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这周更新的大结局里 简庆芬终于发现 原来何瑞之是爱自己的 蛋糕是她喜欢的 戒指是照着她的尺寸买的 甚至拒绝了Rebecca 在绝望时的短信诱惑 可这些事 她从未告诉简庆芬 就算对方一次次在误会中崩溃 她仍沉默着 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丈夫 足以摧毁任何一段婚姻关系 看剧过程中 我越来越从何瑞之身上 看到无数身边人的影子 他们看似温柔无害 却也擅长用无声的冷暴力 处理家庭问题 遇到事情把门一关 美其名曰处理公事 遇到问题把嘴一闭 还委屈地抱怨不说话也是错 当家庭成员产生矛盾 他们不会解决问题 只会让对方体谅 忍耐 接受 然而 在这一次次的互相忍耐中 矛盾也一次次激化 最终变成火山 将一切毁灭殆尽 他们擅长用沉默一步步 将另一半变成疯子 然后在对方歇斯底里的崩溃后 轻飘飘地说一句 女人真是不可理喻 婚姻最可怕的 不是争吵 不是无性 而是无话可说 是单方面的沉默 自顾自地竖起一面 名为冷暴力的墙 并将妻子的所有情绪 统统阻隔在墙体之外 让人仿佛沉入无声无光的深海 只剩无忌的绝望 于是 妻子只能一次次陷入自我怀疑 是我奢望太多了吗 是我没有尽责吗 还是我真的在无理取闹 不得不说 台剧真的已经来到了 另一个level 当35岁的我打开 不够善良的我们 看到的全是赤裸裸的现实 是大龄未婚举步维艰的Rebecca 是被婚姻蚕食的简庆芬 是沉默寡言的何瑞芝 是一地鸡毛的中年人生 很佩服导演徐玉婷 对真实中年婚姻的洞察力 我们常常在国产影视作品里看到 被各种妖魔化的妻子 而丈夫总是老实巴交的 不善言辞的 孝顺无奈的 把委屈往肚子里吞的 但徐玉婷没有美化任何一个人 就像剧名那样 我们都是不够善良的自己 但也是这种真实 才最难能可贵 这种真实的真实的真实